還有我在想他可以賣到什麼呢? 大家立私講益好無呀? 賣湯包有藥用成份的東西也不能賣的 賣沉香呀?花環? 賣不到他賣這些醫療用品來的嘛 賣底褲呀?他穿上身呀? 何馬穿還是何伯穿呀? 可以賣清潔用品 賣封筒幫他吹底褲 何伯可以呀!何伯可以帶貨 帶封筒和洗衣液呀 賣粗口賣服務幫手打小人 小人這些東西未必可以放在抖音 我已經幫可伯想到了 他可以賣封筒 賣洗衣用品何馬賣榴槤的話 他就要整場直播不斷吃的 賣這個椰子雞呀? 他一個就做食播 一個就賣清潔用品 可能會殺出血路 賣壯陽湯包 一萬五次湯包 賣香呀? 你叫他賣洗頭水 頭有烏鷹外套的 你賭米嗎? 何伯是可以去賣帽的 何馬也是可以去賣帽的 速乾底褲 洗衣板 那些沒用的 何伯賣劍呀? 刀刀劍劍未必這麼容易賣得到 可伯可伯可以賣鐵筆 鐵或銀鉤 賣水魚 金銀衣紙 金銀衣紙 金銀衣紙都可以 可伯賣債 不要賣債 賣假牙 棺材一條龍服務 程翠用品 程翠用品 好像不帶貨 賣白物 賣蠟燭 即場試食 那些是燒 天氣軟 在大陸不賣得的 大陸不是說你想怎樣賣就怎樣賣的 賣豬皮煲紅豆沙這個可以呀 他即場煲給你看 簡易呀? 賣什麼簡易呀? 哦!七階品牌 露營用品 當你老婆踢你出街 一開就開螢幕幫到你了 賣香水都好 會不會被人說他虛假宣傳呀? 香水 反而我想看他直播大貨 他直播大貨的話 他扣分一定扣到 倒水的 哈哈哈